凤林镇举办了包粽子大赛 同时也将爱心粽子送给需要关怀的经济边缘户 低收入户 希望借此能够让经济边缘户们 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在端午节前夕给予他们一些端午节的祝福 凤林镇共所在这一次的端午节前夕举办的包粽子比赛当中 也希望能够照顾到弱势族群 特别将包好的粽子发送给弱势族群 希望透过以包粽子的活动传达来自社会的温暖 我们这次办109年度的温馨兴种家庭 那个妈妈心包粽子活动 然后我们凤林镇就是一共各社团 一共有18组来报名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妈妈包的那个 开心的粽子 我们送给我们的那个弱势的家庭 送给他两串 就是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过这个端午节 温暖他们的那个心这样子 展现我们那个公所的那个爱心这样子 社会客曾渊美表示 凤林镇公所今年准备了许多的粽子 端午节包粽子是保留传统 也能够借此传递社会的温暖 所以希望在这一次包粽子比赛当中 也准备一些粽子送给独居长者 低收入户等等 让凤林镇的弱势边缘户都能够感受到 社会大众的温暖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